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今天我有个重要的事情宣布 我准备要把我的两门吉普木马人卖掉 为什么要卖掉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大家知道呢,唐大叔自己开一台这个两门的 Wheeler这个特别版的吉普木马人 说直白一点,其实它就是这个运动版的加强版 最主要几个东西呢,它是用的这个卢比肯的避震 还有卢比肯的轮胎 然后前脸呢和轮毂呢都是黑色 这都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唐大叔呢 这个介绍过,就是Wheeler 在吉普叫吉普之前呢,他是Wheeler MB 在之前MA就是这个给军队用的二战时的英雄 Wheeler MA MB呢就是以这个一个木马人的雏形 后来也就改名叫Jeep 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带着一点历史的东西 所以唐大叔非常喜欢这台车 但是呢,发生了一件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呢 大家看一下下面的这一个小短片吧 因为发生了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 什么时候能看出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爱呢 或者一个父亲对家庭的责任心呢 就是当这个家人出现了一些不管是多大多小的一些状况的时候 男人会不顾一切,义无反顾,倾尽所有 这个爱屋及乌,这个鸡飞鸡飞狗跳,掏空荷包的这种方式去爱他的家人 还有他的女人 那当然唐大叔有两个女人,对吧 有老婆还有女朋友,所以责任就特别大 那当他们提出这个东西之后呢 那唐大叔没办法 本来家里已经有两台车了 太太这台车死活就不太肯开了 那他又不会开手拍 大家知道唐大叔这个心爱的Willis 吉普只开了三个来月吧 所以呢,非常心疼也是 但是没办法 啊,不心疼,不心疼,其实一点也不心疼 但是为了爱他们呢,唐大叔就决定 当然换车肯定要换吉普木耳,这个毫无疑问的 但是到底选哪台呢 这几天其实看我没怎么上视频 也在不断地研究 当然这一次呢,我准备做一点小的改动 下面会跟大家讲的比较详细 所以这次的视频可能会稍长一点 但是大家Bear with me 因为这个呢,可能很多人在选择第一次木马人的时候 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 我也借这个呢,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去跟大家好好地 用稍长的篇幅去聊 当然这里插一句广告了 如果大家还没订阅唐大叔的频道呢 赶快订阅了 那当然还没看完视频想点赞也可以先点赞了 这都是好的习惯,好吧 唐大叔呢,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 那首先我遇到了第一个问题 选哪一个车型,选几门 自动挡还是手动挡 这个是第一个所有人会遇到的问题 唐大叔既然把两台车并开一台车 原来的两门是我自己玩的,自己开的 我可以随心所欲的选自己喜欢的 我就选了两门手动的 特别板的原因唐大叔可以看唐大叔当时介绍的那个视频 前面呢,刚刚这个视频前面我也铺垫过了 跟大家讲过 那现在四门肯定是定下来 然后把两台车吹换成一台 那因为家庭的关系 当然唐大叔其实很早就知道 有一天我一定会换成四门的 那因为这个从越野的角度吧 或者出去玩这个扎营啊 camping去玩的这种角度的话 四门肯定是更实用 但唐大叔心里面最深处呢 对吉普的理解 我觉得两门的还比较正宗 当然两门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了 这里不作为重点去讲 将来有机会再大家讲 但是呢四门的话是一个趋势和潮流 应该在10年左右吧 10年12年这段时间开始有JKU 也就是1617可能是最后两代的这个JP Wrangler JK的U呢就是Unlimited四门的意思 才开始有四门 当时出现了一个大的这么一个train 换车的这么一个潮流吧 很多人两门都换四门 因为真正老的这种吉普米亚出去玩呢 他们还是想要额外的空间 像有些人出去玩的时候会荒山野岭 你可能不太想住在这个平地上面 对吧 你就可以住在这个吉普上面 可以睡在吉普上面 弄一个帐篷 那老婆孩子住上面 当然老公可以睡车里或者睡在外面 这样一般都是这么操作的对吧 这样子呢四门就确定下来 当然也跟大家顺便讲讲 为什么两门四门他们各自的优点 那这个定下之后自动挡和手动挡 唐大叔说过了 太太不会开 他只会开自动挡 当然唐大叔将来有一天 我说过换四门就是 当然没想到来这么快 我也会考虑手动挡 因为可能有几个原因 将来有可能手动挡会出八速 八速变速箱 那现在都是大家知道五速标准的 那八速甚至九速 那八速在克莱斯勒旗下产品的皮卡 那九速在那个自由光上面都用得非常成熟 当然八速还有大窃上面都用得非常成熟了 那很有可能自动挡会用这个更多的档位的变速箱 那这个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说 同样引擎情况下你可能更省油 当然这些都是大家的猜想和估计了 那有可能这样 另外的话将来有可能会出其他引擎的选项 V8也好柴油的V6也好 这都有可能 这样配速八速的话 那你手动的话 我估计六速也就是一般就是这样子 你八速换起来是不是可能有点太累了 对吧 太麻烦了 一般的话六速也就到头了 手动的话 所以有这种可能 那当然这个一下子就扯到未来 咱们回到现在 那现在的选择当下马上要换 肯定就是自动挡 所以四门自动挡这两个确定下来 那好了 运动版一直到 Rubicon甚至一些特别版 唐大叔以前都说过 75周年的颜色我最喜欢 那个绿色是独一无二的 特别接近军率 从能力的角度讲 那肯定卢比肯是最好的 那从最这个原汁原味 这个省油的角度 运动版我都喜欢 甚至手动剥离 但是呢 这一台车主要可能 太太会有一半时间在开 那女士的话呢 对很多这种手动乱七八糟 不方便的东西呢 她不会觉得是文化 她可能觉得太不方便了 当然她以前开的车 正常车肯定配置都比木板多一点 所以她也习惯了 那当然这个到货影像这些东西 雷达咱肯定就没有了 BBB的这些东西 木马人什么类别的级别都没有 但是呢 至少你还可以配一些导航啊 皮椅啊 各个其他方面 所以呢 这些选项东西 你可以从这个选一个 sport运动版 然后去加 但是你也可以呢 这个选其他级别 对吧 可能标配一些东西 所以在这个级别选项 当然还有外观的 那在这个选择上就这么多 只是一小部分唐大叔说的 那去考虑 那唐大叔最后定呢 我跟大家说是一个Sahara 最主要几个原因 第一呢 这个太太之前在买车的时候 就很想买白色的车 那当然唐大叔喜欢这个 我觉得红黑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红色的主色 黑的黑顶和那个 对吧 下面那些轮子什么都是黑色 我是我喜欢这个 但是这一次呢 既然帮老婆孩子为主用 当然也变成家庭车 我就尊重他的意见 选一个全白的车 那白色的话 呃这个 我也选了白色的硬顶 那白色的硬顶和这个 就变成白色加白色全白的 有点像这种SUV一样白白的是吧 很漂亮 白色完之后 Sahara它本身这个轮子是18寸的 也就是唯一18寸 那像Sport的话16寸 Rubycon都是17寸的 那当然轮胎大小各方面 然后轮胎也不提 这个轮毂大小不一样 轮胎也不一样 那Sahara我自己个人认为 对吧 因为我要帮他设计一台女士开的车 这样子比较优雅一点 那Sahara是这样子 另外Sahara它已经标配了 像自动头灯啊 踏板啊 像太太会上下车啊 还有小孩子 轮子上面的这一个挡泥板呢 是油漆刷的 不是像其他几个 其他任何的木板 都是基本上是这种塑胶的 所以整体白色白色之后 这样子整个 这个等于说设计的这个主色调 或者主的风格出来 还有那个轮毂 Sahara的 我个人认为也是 说难听 说怪一点 就好像最女性化 最娘这样子 说好听一点的话呢 可能比较优雅一点 适合女性一点 因为设计这些东西 或者好看难看这些东西 完全是个人 所以这个呢 唐大叔只是跟大家分享我的观点 这个见仁见智 我差点读 大家自己去心里面打个分 当然也可以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 去说一说你们最喜欢的颜色 最喜欢的组合是什么 那这些东西都定下来之后呢 唐大叔呢 那从配置的角度呢 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手上的配置单 白色 3.6的引擎 5速的自动变速 然后呢 这个皮椅 皮椅呢 它又带了加热椅 这样子呢 更舒适一点 太太开 当然上次跟朋友聊 唐大叔一直认为 布椅才比较正宗 但是上次也跟大家聊一个观点也蛮好 因为皮椅的好处就是说 你要出去越野啊 出去玩的时候身上很脏嘛 你回到车上的话呢 布椅弄到上面啊 有味道也好啊 或者洗清洁也好啊 可能会麻烦一点 但是呢 当然有一些技巧 你可以布椅的话 像唐大叔那里就做过这种 fiber就是纤维的这种保护 它会防水性会好很多 或者很多人加一个这个坐垫 这也是都是方法 但是呢 因为皮椅直接就带加热的这一块 我就一起套餐了 当然它有一个皮椅和音响的套餐 就group 一个选项 那我就把它一起选了 所以顺便跟大家说 升级到奥派音响 最主要后面呢 9个喇叭嘛 加在一起 这个挡风玻璃 下面两侧两个 腿两边两个 这就4个 上面的soundbar 就是一个急风无人的架子那里 那是各两个 所以这个就8个 最后一个低音炮呢 在后面 是全这个all weather 就是说防水的这么一个低音炮 这个好处就在于呢 第一音响已经很好听了 那第二的话 将来如果想升级更好的音响的时候 后面低音炮还有线都接好了 这样的话换起来更容易 这个选项我觉得还可以 对吧 加个千八百块钱 这是挺好 当然皮椅要想一起弄一个group 可能更加划算一点 那另外呢 这个Sahar Sahar的话呢是可以选到这个有导航的这个6.4寸的荧幕 触屏的 所以唐大叔也把这个选上了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说 除了卢比肯 这个之外其他车都是没有locker的嘛 但是一个穷人的locker 这个就是这个英文叫anti-spin的differentiation 这个东西 anti-speed differential rail axle 这个这么叫的就是后轴的一个变速轴吗 还是怎么翻译 那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穷人的locker吧 它有一定程度上可以在越野的时候帮助你这个通过一些更难过的地方 这里具体不讲这个技术东西有机会呢来详细讲 那这个选上这个是很有用的 原来车上我也有 那再来我讲过了 我没有找那个最大拖组 就是max toe的那个package 我是找直接加了拖勾 将来拖点小东西还可以 它拖的并不算很多 以它panda star的引擎 但还可以 一般来讲像我这321的话 应该在2000磅左右 那如果是其他轴笔高的 或者四门啊 我讲四门的话可以拖到3500磅 那这个应该2000磅够了 我可能将来就拖个小行李 拖个小船拖个什么 现在我四门下面 这个四门的话上面可以放帐篷的 已经够用了 我就没关系 不需要再去想要拖很多东西 但是有个拖个放在那 还有一个connectivity group 我也选上了 这个就是蓝牙 对吧 蓝牙语音控制 但最最主要呢 应该说connectivity组里面 带一个你这个前面 对吧 速度啊 仪表盘这块 下面有一块显示很多东西 特别有胎压的监控 这个在将来 因为特别改装了这个轮胎之后 有胎压监控这块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 还有当然其他的一些东西 对吧 那个油温啊 这个各种各种车上的什么压 这个指数 那个指数都挺有用的 这个东西选上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油箱 油箱呢 额外五家轮的油箱 把它变成应该是63升吧 对吧 这样的一个四门的话 63升这么一个油箱 一箱油跑个500来公里 这样子 整个setup是都决定好了 当然有待验证 这样加高两寸 换了这个轮子 还有轮子推到外面来 到底开起来怎么样呢 对油化有什么影响呢 比起原装要怎么样呢 外观到底好不好看呢 现在我还在finalize 就说一些细节东西 车到了以后 我会再想想再比较比较 还有几天时间 估计呢 这周应该车就快到 到了之后呢 我真的很希望把这个过程 尽量的能记录下来 那到时候看情况吧 唐大叔呢 最后再说一下 如果住在加拿大 或者BC省吧 或者温哥华的朋友 谁想要了解一下 吉普这些有什么配件呢 一些能改装什么东西啊 都有什么品牌啊 可能我们用过的 比较喜欢推荐的 我们都放在这本杂志上 这是我们自己的 内部的一本杂志 我之前寄过给几个朋友 他们都放在家里面 没事就翻一翻 唐大叔自己家里也放一本 没事翻翻 所以呢 如果想要这个杂志呢 可以给唐大叔 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如果真的是不太远的话呢 加我微信吧 如果是个人地址 这些比较敏感 我可以把它寄给你 如果离得近呢 自己来取聊聊天都可以 那当然最后呢 还是要插一句小广告 唐大叔呢 如果大家喜欢吉普 甚至改装 已经有吉普要改装了 都可以来唐大叔这边 好吧 买吉普改装吉普 那就这么一句了 联系方式呢 都有微信在旁边 加一下就可以了 这一个呢 可能讲的语速快一点 当然是呢 我想把通过这次视频 确实把这个话题 跟大家聊一聊 唐大叔呢 也难得站在这个消费者的角度 对吧 去想一想 确实也挺有意思 有些东西 以为我已经比较懂了 但是回过头来 这个车不是给自己设计的 给太太设计的 所以呢 是这样子 当然将来的话 因为有个白白的这么一个canvas 对吧 有个这么大块画纸 唐大叔呢 也想弄一些乱七八糟东西 可以往上面贴了 那是将来的事了 现在第一步呢 就是基本上做到这样子 当然如果有比唐大叔更懂的朋友啊 可以给点意见 或者你们有经验这么改了 你们是怎么改的 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你拍过照片 做过视频 都可以在下面放链接 因为我觉得 吉普就是一个community 大家最主要呢 是互相分享 没有说最好 或者是最怎么样 都是适合不同的情况 根据个人喜好 因为选择都在那 毕竟一个车呢 做了75年 它的aftermarket 第三方的这种 还有community 这种社区是非常庞大 里面的知识 有经验的 有实战经验的 这种会设计的 有各种各样的 对吧 全都在里面 有供货商 什么都在里面 所以唐大叔呢 也非常鼓励大家 第一是和我互动 第二的话呢 分享他们自己的 一些经验和看法 第三的话呢 大家就一直保持着 这种文化 并且把它壮大 好了 今天呢 和大家聊得 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